嗨 大家好 圣诞快乐 好恶心 今天我们要录的一个视频是 圣诞特级 我们 袁一琦说她要请我吃一个糖 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让我吃这个糖 她以前从来不让我吃什么糖的 今天她说她要请我这个糖 还要录个视频 就看看她有什么 这个糖的名字叫 叫什么 迷惑怪味豆 迷惑怪味豆 我是在网上看到她的介绍 还不错挺适合什么要的 它的味道有什么呢 有呕吐物味 什么 好恶心 狗粮味 狗粮味留给你们吃 然后婴儿湿惊味 就是尿布 还有这个味道 然后还有冲袜子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糖给拆开了 然后我们将会在每一种 因为它其实每一种颜色会有两种口味 一种是正常口味 一种是 一种是奇怪的口味 然后现在呢作为我们的试吃员 孟羊 我们会邀请它试吃每一种味道 当然它运气好的话就会吃到正常口味 运气不好的话它将会吃到是 奇怪的口味 那我要是吐了怎么办 干嘛呢 吐了的话到底怎么办呢 现在 好了现在我们要开始了 首先先闻闻这个味道 啊 好像你的袜子的味道 好像你的袜子的味道吧 谁会蜂羊的袜子真的很臭很臭 然后首先要来我们先 你好变态呀 滚呢 然后那好 谢谢什么呢 将会抽取我们的 在这个 米的或瓜味在我里面抽取它第一个味道 什么颜色呢 抽个粉色 好 它抽取的是这个粉色 这个粉色是什么味道呢 是 吐霧味 或者是桃子味 好 那什么呀 吃下你命运的一口吧 是什么味道呢 好吃啊 吐霧味 好吃啊 吐霧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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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什么要 暂且躲过一间啊 然后呢现在开始抽取它的第二个味道 那我这次要抽一个蓝色 蓝色是牙膏味和小蓝莓味 小蓝莓 那也是好味道 牙膏味 我挺喜欢吃牙膏 好变态 哇是牙膏味了 真的吗 哇真的是牙膏味 一股那种黑人牙膏 吃了中和味还是什么 真的太可怕了 那我也要试试很厉 我也要吃一颗蓝色的 然后刚刚那颗它是什么 本来是臭袜子味的 然后它是湿到桃子味 算它走意 我吃牙膏味好好吃 是薄荷味 这会不会都挺好吃的 其实 它上面还有警告耶 看得见吗 看不见 警告 嗯 蓝莓荷已经很完整的躲过了 亮节 现在呢 请再抽取 你没有抽取过的颜色 拿个绿色 她拿了一个绿色 绿色是青草味和柠檬青柠味 青草味 青青草原的味道 你是不是故意选这些不重口的 我不知道 哇这青草味 真的吗 这个 我闻到一点点草根的味道 对就是有草的味道 我发现什么草的接触程度好像都非常的 非常棒 我们调一下美颜 现在有点点 美颜灯已经有点点坏掉 好的 这个味道 那什么 算什么 什么要走运 然后接下来剩的味道更加重口 看看什么样能不能躲过这季节 接下来还剩 还是什么 还剩臭鸡蛋味和奶油爆米花味 还有呃 呃 呕吐物味和桃子味 鼻屎味和梨子味 狗粮味和巧克力布丁味 婴儿湿巾味和椰子味 所以说 沈梦瑶到底会抽到哪个呢 好沈梦瑶来抽吧 我这次抽一个 这个 奇怪的颜色 呕吐物味和桃子味 你又叫什么 感觉到她的表情已经有一点点的变化了 哎呦 她已经 啊 哈哈哈 被我眼睛变过了吗 那桃子味 桃子味吗 对啊 真的桃子味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第一口就裹了突兀 真的吗 那你再吃个桃子味了 啊 沈梦瑶 沈梦瑶 你不行这样子 你先来采访一下镜头 问一下你什么感受 好痛 哇沈梦瑶嘴巴里面三发的那种奇怪的味道 沈梦瑶 这时候 它叫旁边 好痛 快 黑色的是什么是狗粮味或者巧克力味 狗粮味我吃过猫粮 我也吃过猫粮 是什么味道巧克力 我觉得什么要运气真的算好的 除了刚刚的一个 对那你就接着连续吃吧 你直接把这个选了吧 这个我选过吗 有绿色没有 绿色是什么味道呢 绿色是鼻屎味和梨子味 黑股 黄色的那种味道 我已经闻到了 其实陆续吃了很多 现在还剩最后一种口味 就是臭鸡蛋味和奶油味 所以说什么样到底会选到臭鸡蛋味 还是奶油味的你这个脸 不要暴露我们的瘦脸功能 哎呦哎呦喂 来 放这里一个牙膏味 拿这个吧 拿这个 拿这个 没有 没什么臭鸡蛋味 没什么臭鸡蛋味 煞了 没事 没事 奶油味好香 奶油味好香 神龙瑶说的是奶油味好香 对 拿真的 就是连最后是一个比较乞丐的味道 也没神龙瑶给夺过了 所以说她必须要给她 喂 节目上我必须要给她一颗臭鸡蛋味 嗯 不要 神龙瑶想问问你有什么感想 神龙瑶先咀嚼一下 我最后塞给她的一颗 必定是臭鸡蛋味的 演技略浮夸 哎呦 那感觉神龙瑶的可我吐白沫了 来这还有一颗 哎呦 哇 神龙瑶的我吐 不可名状 反正你们也看不清 呃 好噁心 好噁心哦 哎 今天我们的 怪味豆试吃就已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什么要感想怎么样 很不好 然后在圣诞节这一天 放出什么样各种吃各种辣眼睛食品的 视频 在圣诞节 对啊 以后吗 没有啊 那今天就圣诞节啊 嗯 对啊 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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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就要点击下方的关注 哈哈哈 拜拜 拜拜 之后我们也会有很多 对吗 对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哦 好啦别欺了 小朋友 好久不見了